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儿抱肩上 时不小心将女儿滑落 伸手拉住却已来不及 女儿头部撞击地板造成鼻子瘀青 发现女儿全身痰软微弱不对劲 还带女儿到附近诊所就诊 情况不见好转后 才带到大医院救治 今晚方医院确认 女婴头骨有骨折及脑水肿 鼻子日清的情况 急救后还在加护病房观察 警方对比可惜健二的说辞和女婴的伤情 未对是否虐童作出判定 将是女婴伤势做持续追查 据悉 葛西健二在多部影片中有过客串 与老婆结婚后就在台湾生活 去年还有消息趁葛西健二计划在中国内地发展演艺事业 原因是葛西健二要为女儿赚奶粉钱 今年5月7日 葛西健二在社交平台宣布女儿出生 近4个月时间删除很多跟女儿的合照 包括被女儿按摩 未来等日常细节展现好爸爸的一面 而在被曝出虐童后 葛西健二突然关闭了社交账号 还删除了所有删滑照 网友们对此怎么看 ZM的脸则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子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